继范冰冰补缴税款8.8亿后,曾被崔永元时明举报的范伟坐不住了? 似从揭露娱乐圈阴阳合同之后,范冰冰就被推到了舆论风口,而且时间一再发酵,不过最后结果还是出来了,那就是范冰冰确实存在阴阳大小合同,而且国家除了重手,范冰冰除了要补缴税款之外还要接受罚款,总计大概8.8亿左右,很多网友对此是拍手称快,明星收入高不假, 但也要合理纳税。而揭露娱乐圈内幕的崔永元还是笑到了最后,成为了胜利者。 其实当初举报范冰冰阴阳合同之外,崔永元还曾经实名举报过,崔永元微博中提到了范伟的500万现金合同,并且崔永元质问范伟你为何要收取现金,你以为会给你上税吗? 走两步,崔永元用了范伟最经典的台词来进行调侃,言外之意就是不要忽悠人了,你同样有阴阳合同,不过是范伟收的是现金而已。 这点在税务上还是比较难查的,但是崔永元手中有合同在,恐怕范伟无法抵赖。 早在当年刘晓庆和毛安宁因为税务问题出事之后,赵本山就曾经在剧团开会和公开场合中说到税务问题,那就是必须依罚纳税,否则无论你奋斗多少年都会一夜清零。 而且赵本山还曾经通过小沈阳暗示过范伟,那就是非机器非容易,但要平稳降落,显然范伟这次恐怕很难平稳降落。 之所以范伟最近悄无声息,完全是因为范冰冰的风头盖过了范伟,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阴阳合同风波就彻底过去了。 如今很多人将目光集中到了范伟身上,并且崔永远在微博上是实名举报的范伟,当然这并非针对范伟,而是拍摄手机2电影中就有范伟一个,这个让崔永远如梗在喉,而崔永远实名举报范伟后,也不见范伟有任何回音,简单的说就是范伟闪人了,不回音就是最好处理方式。 不过具体范伟是不是偷税漏税,这点还需要调查取证,不过摆在范伟面前的路恐怕不太好走,是积极配合调查,还是消无声息的躲了,只能范伟自己来进行选择了,不过如今范冰冰的罚款出炉后,范伟显然是有些坐不住了。